一筆財近在運通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標股特派車 我是華民宗 帶你輕鬆 賺大錢 今天台股盤中一度 大跌109點 中場小漲三點作收 台股很幸運 封關過年的這一段時間 國際股市全部崩盤 就剛好在我們開紅盤的 這兩天開始反彈 那我們剛好跟上 所以說過年這一段霸跌 我們都錯過了 避開了 也就是說為什麼今天會開盤 叫大跌109點 這是預期心理 如果是我 我在開盤不會放空 我今天基本上不會放空 可是今天拉起來了 我就會帶你放空 好 來 一樣 今天小漲三點 對 多空都是很好的機會 你是做多的人 你應該趁他拉高的時候趕快跑 因為台股還沒殺下來 你是做空的人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很多人都怕 老師啊 國際股都放半 那台股啊 開盤一定掛掉 那我想問各位 如果你想放空 如果你想放空 過完年怎麼辦 扛不到 對不對 那我必須要強調一遍喔 不是我喜歡放空 我再強調一遍喔 我們不是死空頭 我們只是操作很靈活 我們只是把我們看到的告訴各位 所以說你認不認同 我都會把我看到的告訴各位 對不對 如果你不認同 你喜歡聽好聽話 你喜歡有人告訴你 買什麼標股的 你可以不用看我節目 因為我是很尊重趨勢的 趨勢怎麼走 我們就怎麼做 好 來 今天送你三個不要 請你不要期望太高 對台股不要期望太高 請你不要心存僥倖 因為心存僥倖 肯定最後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啦 都是不好的啦 所以說不要以為反彈 它就是好 不要輕易的翻多 我一再的強調啦 我不是今天才告訴各位的 好 來 為什麼我說最多空都是好的機會 今天如果不是因為拉起來 請問你告訴我 你有機會嗎 如果你為了要大賺的話 好 這是最好的機會 這最好的機會 如果你長期有觀察我節目 你就知道這張票叫什麼名字 機會是不是又來了 早盤的高點是不是讓你空的 盤中大跌半根跌停板 跌停半支啦 日期忘記寫 明天補上 沒關係 反正這就今天啦 今天開了紅盤 殺了半根跌停板 好 那我想問各位 這是不是很好的機會 還記不記得封關那一天 台股是重挫 暴跌94點 收盤跌68點 因為台積電 只有台積電一個人在漲嘛 他一家公司貢獻了30幾點到40點 也就是說如果台積電沒有漲 當天台股最少大跌100多點 他的個人秀是救不了台股的 場外吞噬在線結束了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今天漲 我看來沒有改變啦 如果他結束了 紅盤有這麼好的機會 各位 你為什麼不把握一下咧 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不是封關 或者是今天才告訴各位 事實上我們在封關的前幾天 我們就一直在告訴各位了 2月1號禮拜一 漲11點 高出不勝寒 趁勝追擊 高空避險 原因 我已經告訴各位了 請你依規劃操作 步空操作即可 大波段的行情 還是要再殺啦 2月2 禮拜二 還是在告訴各位 大跌6 跌65點喔 收盤跌25點而已喔 反彈成敗洞金融股 三入並進 K完再殺 那封關那一天 大跌94點 不意外啦 今天開盤 又大跌109點 相信 如果你是做空的 應該都是對的啦 那 如果你還來不及空的 今天拉起來就是最好的機會 你會發現有很多這種股票 有沒有 早盤看起來沒什麼 到尾盤殺了半根跌停板 這是最好的機會 這機會非常棒 那為什麼可以空 很簡單 因為歐盟跟央行 日本的央行 大舉再度 再度擴大寬鬆 我說這是大紅包啊 這個讓放假 就是青春紅盤啊 過年前啊 最大的紅包 因為過年前台股反彈嘛 國際股市也反彈嘛 可是你會發現喔 過年這段時間 國際股全部崩盤 美國股市除了道琼指數 其他三大指數全部破底 創新低 歐洲三大指數 德 英 法 全部創新低 包含港股創新低 包含日經指數創新低 包含 韓國股市也創新低 幾乎全球股市全部創新低 那台灣呢 好 那今天是不是好機會 你自己去想 因為歐盟跟日本央行在放假之前 大舉寬鬆 也讓指數拉高 好 那這是我們放空最大的利基啦 好機會再來 對不對 好 日銀行太絕望 負利率啊 啟動負利率啊 啟動負利率就像經濟自殺 不要這麼罵 說頭髮壞掉了 日時時負利率就像挖更深的洞往下跳 這個就是什麼 是什麼 經濟的自殺式攻擊 那我再強調一遍喔 不管他是對還是錯 他們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們都不去討論 好不好 我講的對不對 你也不用去研究 我們看趨勢 好不好 好 這是過去的道雄指示 它走了十年的大多頭啦 趨勢改變了沒 從原本的向上的趨勢 從第一檔上來的向上趨勢 你會發現喔 過去這兩三個月已經改變了 向上的趨勢已經變成了向下的趨勢 這是美國的道雄指數 中長線進入空投格局 有沒有 是不是在空投格局 而且是剛開始進入空投格局 過年這段期間只有它還沒創新低 可是其他 美股的其他三大指數 包含NASDA 包含費城半導體 包含標普全部創新低 因為多頭的趨勢已經改變了 對不對 科技股也繼續走入空投格局 這死亡交叉嘛 廢城半導體 是不是原本是多頭趨勢 可是這裡是不是改變了 是變成空投趨勢 很明顯它已經走空了 出現死亡交叉 好 那總規矩 美國股市進入空投格局 好 這就是為什麼索羅斯告訴各位 我們要放空美股 它不會無敵放死 它不是投個派去 來 那我們剛才講過了 美股走空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走空你應該怎麼做 我相信各位 因為只要你有一點點智慧 稍微有一點點智慧都知道 我們要做多 一定在多頭格局 贏面比較大 那你要放空 一定在空投格局 所以說為什麼要做空 不是我想要做空 是因為它現在是空投格局 好 那空投會不會一直跌 空投也不會一直跌 它會有反彈 所以說空投的趨勢 反彈 你不用高興 未來會創新踢 多頭格局的下殺 你不用害怕 因為未來會創新高 好 那我想問各位 現在是多頭還是空投 你應該判斷的出來 從剛才的這幾張圖 包含道瓊指數走空 NASDA走空 費城半導體走空 都很明顯 它已經準備 它已經進入到這裡了 對不對 高點準備轉空投 而且中長線的趨勢 已經死亡交叉 對不對 好 是這樣子而已嗎 這是上海中和指數 大陸 不是要量化政策嗎 你會發現 量化無效 那為什麼無效 我已經告訴各位 它只會造成短期的效果 長期來講是沒有用的 它的實質效果是有限的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所以說如果它的實質效果是有限的 那這個短多是不是放空最好的機會 它絕對是最好的機會 對不對 大陸出現大空投的大崩盤 暴跌到2638點後 小塊腰斬喔 小塊腰斬喔 小塊腰斬 那我要問各位 你自己看 你自己去判斷 這是多頭還是空頭 用腳頭呼吸也知道 這叫空頭 對不對 是空頭 那空頭其實不是一條線喔 天天跌喔 不會喔 它跌多了會反彈 跌多了會反彈 所以反彈你不要太高興喔 反彈太高興後面會樂極生悲 反彈太高興後面會樂極生悲 就像現在的台股 反彈你太高興會樂極生悲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送給三個 各位三個不要 不要期望太高 不要心存僥倖 不要輕易翻多啦 這是上海中和指數 那恒生指數不用講喔 暴跌超過1萬點 那在過年這段期間 又繼續創了新低 也就是它大跌超過1萬點以上啦 這大公投的趨勢 沒有改變啦 包含過年前我告訴各位的 德國屬是看得懂喔 走多要走空 你自己去說 不會有人告訴我這叫走多啦 法國股市走空 金融一進 金融時報指數 時報金融指數 英國股市也是走空 好 那過年這段時間 包含日經指數也是走空 那過完過年這段期間呢 這四大指數 歐洲三大指數跟日本 全部都創了新低 全部都創了新低 我也沒辦法懶得一張一張印啦 知識空頭 好 我就拿日本來講就好了 跌這麼慘喔 過年前是反彈喔 因為量化政策對不對 有沒有用 沒有用啦 這是過年這段時間 過年這段時間 從高點下來 它又跌掉了3000點 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喔 嚇死人喔 有沒有 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垂直崩下來 300點 500點 800點 一路跌 跌了3000點喔 好 所以說 基本上 這個反彈啊 你不用太高興 不要太高興啦 因為這是最好的機會啦 如果你要放空了 就是要利用這個反彈 對不對 所以說 台股也是一樣 頭部形態確立 破線反彈 好 對不對 我講過囉 短 中 長 所有的積線 都走空 你如果不是氣味 你都看有 對不對 你不要說你看不懂喔 短線走空 中長線走空 波段也走空 對不對 好 那既然走空 會不會每天跌 所以說 這過程當中 跌升會反彈 所以說我們也會有回補的時候 第一次帶你回補 應該說第二次啦 在 選前 選舉前後 那選後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所以說 該跑的我們帶你跑 我們前面做空喔 暴跌獲利回補 暴跌選後 繼續回補 包含我們帶你空的熱身 獲利回補 包含 有沒有獲利回補 包含我們帶你空的海滑 選後 獲利回補 全數回補 大賺出場 獲利出場啦 放空這些股票獲利出場 包含還有 其他的 包含常委的部分 我待會再講 來 也都是選前選後 來 1月30號禮拜六 我說紅包行情 有沒有大漲 是獲利補空馬上再空 好 我們空什麼 我們空達能 對不對 那達能有沒有跌 連跌九跟黑黑棒 獲利回補空單 有沒有獲利回補空單 那回補就算了嗎 當然不是 獲利回補之後 馬上再空 空完再賺 有沒有 是空完再賺 所以說 我們不是死空頭 我們操作很靈活 我們不會死報活報 包含我帶你空這張股票 對不對 封關錢再殺 放完價後 要繼續殺的股票 那 你最感興趣還是這一檔股票 很多人都知道這什麼股票 不用我多說 如果你長期看我節目 你一定知道 把握拉高 27號 但你放空 全面蒐集空單 有沒有 是不是要拉高 那這個時間點 剛好就是在這裡 10點出頭 底下 這是最好的機會 空完就半根跌領板了 湯天殺了半根跌領板 當天限空限賺 好 那 餘二十號就空了就開始賺 喔 那到今天會怎麼樣 賺到今天 嚇死人喔 來 28號禮拜四再殺 29號禮拜五再殺 殺到封關前夕 繼續殺 殺到21號還在殺 有沒有 而要好不容易的反彈 這是另外一隻機會 所以說要不要高興太早 不用 打回原型之後咧 封關最後一天 繼續殺 又創了下 又創下了短期行低 好 放完架會怎麼樣 過完一個年 他還是在殺 開紅盤 繼續殺 台北庭喔 從空完 一路殺 一路殺 第一天半根跌領板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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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反彈之後 殺下來 再殺 繼續殺 台北庭 這才好賺喔 那你說為什麼 我一定要這樣放空 事實上 我不是叫你去追空這場股票喔 還有很多很棒的標的 你現在就可以空的 我待會提供給各位 跟各位分享 跟各位分析 來 一樣 為什麼我現在很敢空 很簡單的道理 台股反彈了 再來就是 我們前面一波 包含第一艦隊 第二艦隊 第三艦隊 到現在的封關前的第四艦隊 跟封關後 準備啟動第五艦隊 來 來 最早空的是生計股 頭部型態 12月底的時候 12月的第三個禮拜 有沒有 那你看不清楚這個BDK 全球的生計指數 創新D 這大空頭對不對 剛才我已經講過了 多頭跟空頭應該分得出來 用卡頭屋 稍微看一下這叫多頭的空頭 一直往下叫做 那會不會天天跌 不會啦 中間會反彈 一定會反彈 那反彈要不要高興 還是要強調喔 再講一遍喔 跟現在台股一樣喔 不要期望太高 不要心存僥倖 不要輕易翻多 當你覺得 哎唷 行星來了 翻多了剛好 翻多完就暴跌了 漲上來了 終於止跌了 看起來沒什麼 應該是落底了 開始有打底的跡象了 我們開始做多了 你發現喔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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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跌下來 又上去了 結果崩盤 對不對 要不要心存僥倖 不要心存僥倖 對不對 包含我們最早空的 懷特空當大跌後獲利回補 雲層大跌後獲利回補 包含空的美律 頭部形態確立 破線反彈犯空 後來大跌之後 我們帶你回補 帶你獲利回補 127號禮拜四 美律暴跌全速獲利回補 全速獲利回補 美律真的賺太多了 波段空端全速獲利回補 有沒有 然後包含長尾 前面是美律對不對 這個只是做短 那波段的咧 這兩檔幾乎是同時間啦 但是我們選擇一檔做短 美律做短 那常委我們就做波段 好來 頭部形態 破線反彈 去追空 去做空就對了 那空在這裡會不會大賺 暴跌啊 所以你說有沒有賺 你說有沒有賺 一定是賺錢的嘛 一定是賺錢嘛 那你說為什麼我要做多 為什麼我要做空 因為我在這裡做多 一定賠錢 事實證明一定了解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在這裡放空 所以說我不是時空頭啦 好 那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所有的操作 我節目上所講的績效 保證 沒有空包彈 所有的操作 都是會員的操作 所有的績效 都是會員的績效 看得到 買得到 賺得到 好 再來 是暴跌 那暴跌要不要回補 我不是時空頭再強調一遍 大賺我是會回補的 1月8號 長尾轉翻了 此處懸殊獲利回補吧 對不對 他大跌我們回補嘛 好 然後接著我們開始看康有 空康有 空康有 頭部型態 放空完1月4號跌4塊 禮拜二跌5塊 禮拜三跌13塊半 月跌越多了 禮拜四跌停板 33塊半 禮拜五大跌10塊半 全數獲利回補 獲利回補 5天狂跌6下獲利落袋 賺得好開心喔 獲利出新1月8號 然後放完一個架之後 再把它空回來 有沒有 一大早就空回來 照盤 然後尾盤又跌停板 噢 探得很開心耶 對不對 一空完又跌停了 前面一個禮拜 從禮拜一跌到禮拜五 尾盤30下跌停 獲利再加碼 禮拜一又跌停了 禮拜二咧 還是跌停板 跌停板怎麼辦 獲利回補 獲利回補 從高檔下來 兩次不空 大賺 瘋狂大賺 從高點崩跌下來 狂跌了108塊 那這樣就結束了嗎 當然沒有嘛 一個時候 我們獲利回補康有那一天 一個時候 獲利回補康有 因為當天是要跌停板 一個時候 再把常委空回來 有沒有 避險放空 再把它空回來 讓你獲利不打烊 對不對 賺完了上一檔 還要馬上賺下一檔 獲利最高境界 一棒接著一棒 來 1月12號禮拜二 常委空回來 空完馬上殺 欸老師 這個不是以前跌很多的股票嗎 對 賺很多 但是還可以再空 因為它反彈嘛 好 空完殺 隔天 繼續殺 再隔天 還在殺 乾脆直接跌停板 來 15號差一點跌停板 補一半 15號還記得嗎 選前 那選後是不是1月18號 15號先補一半 節目上公開預告 選後 全數獲利回補 創新低 全數獲利回補 你會發現喔 做空可以賺大波段 所以說 好不好賺 真的 這個真的還蠻好賺的 真的超好賺 那賺完了 不只這樣子 我們到現在 我說這個都還可以放空 都還可以放空喔 這都還可以放空喔 這是最近這幾天 都準備要帶你空的 這個 還可以趕快加碼 趕快布局 好不好 給你最大的幫助 只要你願意把手撐出來 用最快速度幫你翻身 只要你願意把電話撥通 跟上腳步進廣告 給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隨機市場最強的主流斧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發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想清楚誰可以幫你賺大錢 我再強調一遍 你有沒有開心的賺 為什麼你每天都不開心 因為你沒有掌握轉折 因為你每天都在逆勢操作 我再強調一遍 股票市場不會永遠都在漲 它有多就會有空 它會漲 它一定會跌 這是不變的道理 你不能期望 你不能永遠都指望 台股要天天漲 好 那既然你知道這是事實 它會漲就會跌 你要在跌的那一段時間 比開 你才有辦法在它漲的那一段大賺 所以說那一段時間 你可不可以錯過 你一樣不能錯過 很多人說要買在最低點 要掌握大波段行情 要做多賺好幾倍 可是你沒有掌握低點 你在崩跌下來那一段 沒有掌握到 你怎麼去買到最低點 對不對 所以說為什麼來到高點要放空 來到低點要做多的原因在這裡 當你掌握轉折你就沒有壓力 你有買有賣 會多未空 你會輕鬆的賺 你自然就會很開心 對不對 所以說我再強調一遍 我不會敷衍各位 不會貼著盤面說故事 不會講各位喜歡聽的東西 如果我講的都是你喜歡聽的 那你就要小心了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要追求的是長期穩健的獲利 所以說我們給各位百分之百的實戰 我們給各位三大保證 相信你都會被我不贅述 好 這是去年底 為什麼央行要降息一半嘛 很奇怪喔 經濟真的太糟糕了 從那一天開始到今天 你看到的股市好嗎 你認為好嗎 不好是有原因的 好 我們11月4號收工了 我們不再做多了 當然後面有做多 那都是強短 11月4號我告訴你 獲利落袋 不管別人怎麼說 外資買多少意義 誰告訴你要做多 你都不用管 你就跟著我賣股票就對了 你就跟我賣股票 滿手銀彈就不會手軟 我請你賣股票是在什麼時候 幾乎是最高點的前一天 跟最高點那一天 連續兩天跟你講 很多人吐我口水 那現在一定感謝我對不對 後來崩下來 我們在地上做多 賣掉 低檔做多在這裡賣掉 賣掉你會有充足的時間放空 各位跟這裡一樣 好 我不多說了 這個跟這一樣 所以說有反彈嗎 那這我就不多說了 好 當你掌握了轉折 你就自然賺得到錢 你會發現 熱身獲利回補 海華 大跌獲利回補 美律 大跌過後獲利回補 康友 大跌獲利回補 獲利回補 回過頭再去空腸尾 又大跌又獲利回補 有沒有 前面這一段已經賺很多了 去空康友 空有大跌 回頭再去空腸尾 腸尾又大跌 所以說大賺回補 那我們要帶你布局全新的標的 請你一定要跟上 只要你願意把手持出來 用最快的速度幫你翻身 帶你買標股 空高檔股 讓你賺大錢 注意超穿利 明天見 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機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您投資最佳的選擇 喷打頭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隨機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派出熱線02-8101-0600 02-8101-0600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吹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豪 台北內 今後報喜慶豐年 第一喜 143台全數位有限電視 只要350元 第二喜 同時申辦120枚 新世代光纖標網 更只要890元 加一元 再送數位有限電視三個月 新春赫年 台北內 喜上加喜 0809-096-111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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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居座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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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즐生割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